最近老是下雨,有不少街坊发现草丛里能见到许多大如手掌的超大蜗牛 有人想养,还有人甚至想吃,不过这蜗牛啊,大家还是不碰为妙 这几天,深圳天天下雨,草丛里花坛边突然出现了很多超大的蜗牛 有人尽显吃货本质,看到这么大就以为肉多汁嫩,上街抓一把准备回家先吃为尽 还有的家长允许好奇心爆棚的孩子抓来观察,甚至还带回家养 在广州也有街坊发现了同样的蜗牛 但是这些蜗牛可是个大祸害 深圳魏机委就特别提醒,这种大蜗牛叫做非洲大蜗牛,又称鹤云马脑螺 是我国首批16种外来入侵物种之一,对蔬菜等农作物危害极大 据说这种蜗牛连水泥都能吃,同时它还是广州管源献虫的寄生虫的中间宿主 根据相关文献报道,在广州,非洲大蜗牛的广州管源献虫感染率被27.3%,感染度为每只罗72条 在深圳,一只非洲大蜗牛体内就有上百个寄生虫 相关研究表明,被感染的非洲大蜗牛的体内排泄物,甚至是爬行过后留下粘液中都会含有广州管源献虫的幼虫 人可以通过生吃,甚至是伤口和粘膜与被感染的螺肉密切接触,都有可能会感染上这种寄生虫 广州管源献虫感染人体之后,可能造成脑膜炎,视觉损伤,甚至是失明 所以非洲大蜗牛不仅不能吃,更是不能接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